就在这个寒冬刺骨的冷风当中呢 慈禧志工从2009年的年底到今年年初 一直不断的展开东令发放 我们的重点呢放在福建 之前我们看到了是在泉州和漳州 就是从12月底到1月2号所来进行的东令发放 而接着呢来看到了就是从1月3号直到今天 这三天则是在福建的南境所展开的东令发放 那么总共这三个地方呢发放的物资呢 总共是可以让一万可以到28000多人呢 都可以获得暖暖的过冬的物资 而包括来自杭州厦门汕头泉州和台湾 五个地方的志工总共有300人齐聚在南境 这一份一份的物资代表的都是志工们对居民的关怀 但是在发放的会场上也让志工非常的感动 因为有不少慈悸的照顾户 在这会场当中摇身一变 变成了手心向下帮助别人的志工 数也数不清的人潮 一双双透露可叛的眼神 是对物资的期待 慈济人一如往昔 在寒冬捎来爱的讯息 满足桥手盼望的居民 在福建南境一连三天的东令发放 发放会场 勇进当地居民也涌出当地志工 负责引导乡亲的邱丽清右脚因为顾及行动不便 慈济人五年来的陪伴关怀走进她的心房 让她从照顾户 从基督徒跨越宗教摇身一变做志工 环保更成为她每天源源不绝的动力来源 活家里面的很多的语言 也跟基督里面的圣经是一样的 无论做什么都要凭我们的心 无论大事无论小事都要认真 事情不论大小认真是唯一的态度 而转变态度的还有吴凡湘的先生 原来双腿被截肢的吴凡湘一度被先生嫌弃 不过接触慈济后 夫妻情感一天天增温 望着先生做志工的身影 吴凡湘流露着幸福 从受助到助人 在南京发放看见一颗颗发芽的慈济种子 也见证心不难 事就不难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 王雅山张艺川福建南京报导 慈济之工在福建的南京 也是分别的从1月3号到1月5号 总共有三天的时间来进行东令发放 那么除了在南京的各个点之外呢 那志工们还特别来到了当地里所现立的特殊学校 来看到这次有6个地方的志工齐聚在福建 那么从1月3号到1月5号来展开了发放 这个特殊学校里面呢 总共有103位孩子 志工也特别送上了过冬的暖暖的衣服 还有各种的食物 包括了米跟油等等 那么志工们跟孩子们也有非常温馨的互动 因为这群孩子可能是因为身体或者是智力的障碍 而必须要离开家 大家一起住在这边住校 接受团体的生活 那么志工带来了过冬的物资 保暖了衣物跟食物等等呢 就是希望让这一群离家的孩子能够快乐过春节 孩子们呢也悄悄的跟志工分享了他们未来的心愿 难得有客人来访 孩子的纯真在歌舞中完全显露 南京县特殊学校有103个特别的孩子 他们离开家身边陪伴的是22位学校老师 希望让孩子过个好年 这天叔叔阿姨又带着过年的礼物来到学校 直到慈禧人要来 两兄弟是先搬着长板但爬上爬下 刚刚入选福建省篮球队 特奥队主力球员的他们有轻微智能障碍 也懂得把点滴感动化成行动 孩子的喜乐之族感恩石东霖的感触特别深 来自杭州的他因为工作接触刺激 其实他到10岁才学会说话 孩子的心思父母的担心石东霖全看在眼里 今天我看到这些孩子呢 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送给他们的敬思语是有怨就有利 觉得这些孩子们他们的童年性 但是有这么多的人乖心他们 有这么多的慈禧人去爱护他们 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没有没有 有老师有志工这么多的爱陪着孩子 不止这个冬天未来成长的路 他们一样都不孤单 大不想你也爱 你自己我自己 我自己